好,那今天非常感恩邀请到台湾来自彰化的家地同学来为我们做分享 每一次的这个亚洲的同学们来分享 我们都要真的内心爱与感恩 因为别人要熬夜来为我们做这样子的这个深情的分享 所以呢,今天家地同学 我就让他自己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收获在超马的转变 好,欢迎他,谢谢 好,感恩艾米会长 首先家地在这边,感恩导师,感恩天地,感恩太阳公公,感恩营运长 以及感恩美丽的艾米会长 还有学姐,Vivian学姐的邀约 那很开心今天可以在线上与北美的超马家人们一起 大家一起共振学习 那我是来自台湾彰化的家地 那非常感恩家地 他就是家地来到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学习 我真的收获了许多天地爱的礼物 让家地的人生有了不同的生命地图 然后不仅是心境的富足 还有生活上的一个转变 以及这一颗快乐的心 让我真的就是感受到什么叫做幸福 那因为一路在超马系统的学习 就是如同刚刚艾米会长所讲的 我们就是真的就是营造设定 然后听话照做 我觉得真的这个人生当中的这种种种的一个变化跟转变 真的是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收获 就是非常非常的丰盛 那有时候真的是言语都没办法形容的 那我在这边先 因为其实家地进入超马系统也几年的时间了 那今天跟大家在这边分享 在今年就是这几个月 家地有几件非常棒的收获 那就是首先 其实我在之前就一直听闻 我们的超马家人就提起说 美国团的这个去美国西方取经 然后去见导师的种种的收获 跟很多很多的殊胜 那当时我自己心里面我就设定说 我一定要参加 但是虽然嘴巴这么说一定要参加 但是又有种种的现实生活上的考量 那我就又想着说 那我如果去虽然是短短的七天 但是我的孩子都要上学 那因为平时 因为就是我跟孩子生活 必须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 就在意他们怎么样 所以我就想说 那怎么办 孩子要怎么安排 所以就是太多的设限 所以当在今年四月份的 这个美国团的公告出来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还在障碍自己 我考虑太多太多了 那真的是感受到天地的祝福 我没有想到说 因为家地平时有做了一些小小 就是一些理财的投资 那这个投资竟然就让我 天地就送给了我的一份大礼 这个投资的获益的所得 竟然就是让我可以去一趟美国团 是六位数的台币 那当下我想说 哇塞 这个天都在助我了 天地都想让我去美国见导师 去学习的 那我还在犹豫什么呢 所以我当下我就马上我就跟 营运长来报名 可是没有想到我一报名的时候 因为真的第一团的时候 今年的第一团真的是太夯了 我报名的时候竟然就说 营运长回答家地说 家地已经帮你排后骨哦 那我想说 天啊这么快就后骨了 好没关系 但是我心里面就是很笃定的 告诉自己我一定能排上 所以其实我们每天在做心法的时候 我也是不断的跟太阳公公讲 跟导师讲 我说向他们发出祈求说 我一定要参加美国团 然后就在我 因为 今年就是在那个金钻成真的课程 来家地也有报名参加 然后就在我报名完 这个金钻成真的课程之后 我马上就接到这个 天运的职工 给了我这个 就是去美国团的一个汇款资料 然后当下我还有点懵了 我想说 我不是还在候补吗 怎么就给我这些资料 那给我这个汇款的资料 是不是代表说 那我就是已经排上了 我就是可以去美国见导师 所以我很开心 我都不敢落掉一点时间 我当下我下午 我马上就去银行汇款 因为我很怕有什么变数 然后我就是要把它定下来 所以我去到那个银行汇款的时候 就非常非常的顺利 然后因为我不想让自己有任何的拖延 所以就真的非常感恩贴地 送给家地的这一份大礼 然后而且完全是免费的 那去到美国 见到导师真的真的非常开心 哪怕说我们 其实在这个旅行当中 坐飞机坐这么久 那我们下飞机之后 反正就是在那 学习的那几天里面 大家都非常的精进 虽然我们的睡眠 有可能就只有两三个小时 然后大家真的 我的室友也是 我们就是五点半就起来做心法 然后都把自己打理好之后 把心法补满 然后就接着 白天的课程或者是出游 然后所以就真的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西方取经 然后也让家地收获了很多很多的一个 有形无形的祝福 那我回到台湾回来之后 我真的觉得就是各方面什么都非常的顺 那其实因为家地 学买了超码之后 真的就是改变了我的生命地图 然后我也觉得 我的生活真的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 然后我也不再是以前那一种 就是很 就是也都会抱怨 然后又觉得说自己很苦 然后很 很拍灭 就是命不好 怎么样 没有哦 我就觉得我的生活就一路这样子一直来 就都变得非常非常的平顺 所以也非常非常真的非常感恩导师感恩天地 那再来再跟家地 再跟大家分享就是 关于我的女儿 那其实在 虽然我女儿是这个 他就是因为他是 平时他有在学习古证 那他不是音乐班的 他纯粹 古证就是他的兴趣 那他从小学 四年级吧 就开始就是学习这个古证 那因为 这个纯粹也只是他的兴趣 然后我们也蛮支持他说 如果你有心 那你就你就好好的学 那没有想到说 在一直到他现在国三了嘛 然后去 今年去年 对 就是我忘记了 就是那个 他们的 他的古证指导老师 老师就问他说 我们彰化地区 即将有一个那个线赛 彰化线的线赛 问我女儿要不要参加 那我女儿也是 他很开心 我想说 有这个机会 当然要参加 然后我们就也很顺利的 老师帮忙完成了报名 结果在比赛当天 他竟然没有带上学生证 那当下 真的那个考场的 老师就说 很抱歉 那没有办法参加 而且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所以我真的 我们就只能返球租籍 因为 真的没有想到说 要带上学生证 不止 我女儿没有想到 我也没有帮她注意到 然后结果 因为我们就想说 如果这样子再回家拿的话 根本你就是等于弃犬了 你就是没办法参加比赛了 可是因为我女儿 她平时 她虽然是国中生而已 但是她平时 她有在做太阳灵源转运法 所以她很快的就连接上 就是她脑中 就是有一个讯息 就告诉她说 赶快用手机上 学校的校务系统 因为校务系统里面 有你的资料 有你的照片 就如同你的学生证那样 那我们就赶快把这个 看到女儿连接到的讯息 这样子去登录之后 看到之后真的都有 那我们就赶紧问 这个考场的老师说 那我可不可以用这个来当证明 那考场的老师就说 可以 但是你们要去打印出来 当下想说 天哪 这个在半山腰 根本没有什么地方 可以提供打印的 因为她那边是一个 那个美学艺术馆 那可是我觉得 一切都有最好的安排 那我女儿的这个指导老师 她就赶快带着手机 就马上去到最近的这个超商 然后这个时候 我女儿她也不慌不忙 她就安静的坐下来 就是在赛区外面在练习 一样在练习鼓震 然后她 其实她在对着太阳公公练习的时候 她自己心里面也一直在 向太阳公公打电报了 那我也当妈妈的 家里也没有空闲 我就赶紧就是运作这个心法 然后跟太阳公公祈求 希望能在这个时间内 就是在报道时间内 一定要把这个学生的证明 这个资料给打印出来 让我女儿可以顺利的完成参赛 然后也有一个灵感是 我们就是为女儿传送 送上一份祝福 所以我就当下也就做了一些 就是祝印结缘书的动作 然后祝福女儿她能够顺利的参赛 真的皇天不负苦心人 我就看到我们那个指导老师 她就真的这样子喘吁吁的 就赶快跑来说 已经打印到了 马上上教上去 然后我女儿就很顺利的 如愿的就进入到考场了 那真的 这一切的祝福都 真的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形容的 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 我女儿她竟然获得了 就在这一次的比赛 她获得我们全彰化线的第一名 那很开心的是因为 她不是音乐班的 那她能够以这样子 本来是困难重重的 然后突破一个困难 然后因为太阳公共的祝福 然后因为我们在心法里面 跟天地共争 跟就其实我也有跟导师讲 就是在虚空里面跟导师讲 然后跟太阳公共讲 真的就顺利让她完成了这个参赛 而且还获得第一名 那因为这样子 她我女儿就可以晋升到全国的比赛 那她真的也非常非常的开心 到就是三个月后 在今年的三月份的时候 就是到全国比赛的那一天 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才知道 哇天哪 还有从金门来的 有从妈祖来的 然后因为当时还是在疫情的关制期间 所以并没有开放集体 可以到这个赛场去 但是妈妈陪同的 还有老师都可以进去 那当时所以只有参赛者 跟七位评审 那评审就是坐在前方 那女儿就是对着评审在演奏 那我看到 真的我就蛮感动的 我就看到女儿 她就是很淡定 很从容的上台完成了这个演奏 然后因为其实高手非常多 然后加上我女儿不是音乐班的 那确实功力没有大家的好 可是非常的幸运 因为有天地的祝福 有天倦 我女儿就获得了 以0.02分之差距 然后就进入了 就是获得了全国赛的优等 那其实这个优等在对于 她在这个学校某些积分上 是有加分的 那这个一切都是真的是 来自于天地的祝福 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信念 然后在这个 参赛的过程当中 也有着像太阳公公打电报 然后一切都有一个最好 最好的安排 那也让我女儿顺利的 完成了现赛 然后健身到全国赛 然后这个其实对她来说 也是一种非常大的一个信心 让她至少在她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 也留下了一个非常棒的印记 然后让她在这个 学习补真的过程当中 她是带着一种 她不是因为比赛而比赛 她是真的就是因为她的兴趣 然后成就了她这样的 一段美好的回忆跟记忆 那我觉得说在参赛系统的学习 只要我们真心的如法 时就要听导师的话 真的一切我们都能够获得 天地爱的礼物 那再来加弟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们当子女的最希望的 就是父母的身体健康嘛 那加弟的爸爸在今年 他其实真的 我爸爸也非常非常的幸运 因为加弟平时就是 也都在都有在帮我的家人 我的父母 我的兄弟姐妹 还有我的小孩都就是不定期的在做在导师的音乐会或者是大型课程的时候 我都会帮他们做一些就是一个得资良的一个祝福 那在有一个因缘之下 我也有一个当医生的表妹跟她有了一个互动 那我跟她聊到说我爸爸的身体状况 其实老人家难免都有一些毛病 有一些身体上的一个状况 那我表妹她也建议我说 如果说不会造成太大的负担 我们要不要考虑做一下一个比较全面性的自检查 那当下我就想说 很感恩说 因为有这样子的我表妹的一个协助 然后我们就就安排了这样子的一个健康检查 那因为真的因为自己自费先安排了健康检查 所以让我加弟的爸爸 他就提早发现了他的一个病症 那其实刚开始在看报告的时候 那我表妹就是已经有先大概看了 但是她因为她不是心肺科的 可是她跟我讲说情况好像不大乐观 因为我们就是我表妹说她担心会是肺癌 那因为毕竟她如果跟我说肺癌 我也不会太惊讶 因为我爸爸抽烟超过50年 那所以说这个影像看起来是非常不OK的 但是我表妹说她还是要等到 她的专科医生来解说才会知道 那其实在这样子 要去看报告之前 在做新法的时候 我觉得也是一样跟导师讲 跟太阳公公讲 然后再加上刚好当时又是正值 这个429调动能量人生进账的课程即将来临 所以在这之前 其实家地已经每一次我都会为我的家人都先购买一张的这个课程票 可是因为我觉得说有天地的祝福 或者是因为负能量听到了家地想为爸爸传递一个祝福的心吧 那其实我在做新法的时候居然有灵感了 而且这个灵感是一个数字 那这个数字就是真的就是仿佛在告诉家地说 一张票赚不动 得资量不够赚不动 所以我真的我就是在接受到这样子的一个数字之后 我马上就我就为我爸爸又购买了429这个课程票 来做功德回向给我爸爸 然后我也在新法当中 我不断的就是为我爸爸传送祝福 那真的真的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祝福的连结 我觉得也许有着天地的祝福 他听见了家地的这个声音 然后看了报告之后 那这个医生也说家地你爸爸真的非常的幸运 因为是自飞检查做自飞检查出来 就是才知道说有这样子的一个病因 才能够提早发现提早治疗 那非常感恩的是本来以为会是肺癌 但是他结果没有 我爸爸并没有得到肺癌 所以当下我爸爸自己也松了一口气 然后因为毕竟我爸爸抽烟50年了嘛 所以这个肺部还是有着严重的受损 那这个医生也非常好 他也就是帮我爸爸做一个申请用药治疗的部分 那如果这个申请如果没有通过的话 是要自己负担每个月大概要4万块台币的医药费 那很感恩有这样子的一个天地的祝福 太阳公公的祝福 还有太阳公公 那每天不厌其反的听着我们的人生课题 也许也是看着我们的一片孝心 所以医生帮爸爸申请了这个层层的关卡 就全部都通过了 所以也让家庭的家人省下了一大笔的这个开销 这个医药费的一个开销 所以我就是在超马系统这样子的学习来 我真的就是感受到爱与感恩的就是一个传递 以及导师在这个祝的秘密里面 就是我们就是发送祝福 真的是绕了地球一周回来之后 这个祝福真的是会回到我们身上的 但是我们所发出去的意念 真的都是需要都是正向的 那不管好的坏的结果都是会回到我们身上 所以我们就是在超级什么密码系统 最重要的也是要有正能量 那在因为家庭在这样子的一个学习里面 也收获了许多丰盛的祝福 那也许每天的日子依旧是这样子一层不变 但是新建是完全不同以往的 那家庭也发现说我自己的正量多了 当一个人正量多的时候 那负面能量确实真的比较不会早上升 那哪怕是家庭现在有遇到比较可能性 不那么如意的事情的时候 我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都是比较悲观的 我都是觉得真的就是笑看云彩间一切交给天 那也真的是一切交给天之后 真的一切都仿佛就是很容易让你逢凶化吉 然后大事化小事化五 那很感恩说我在这边一路以来的学习 我们有良师有义友 然后有许多超马家人 大家就是彼此的相关而善 然后帮助我们大家 再加上我们的导师 就是总是这样子的带领着我们 努力向前 让帮助我们大家总是要向前 帮助我们大家都能够成为最幸福的天地 所以我真的觉得在这边的学习 让佳迪非常非常感恩 能够来到这个系统里面学习 也非常感恩导师创立的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那佳迪今天的分享到这边 那在此佳迪也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都是人生总是精彩独标 那感恩艾米会长 感恩在线的所有春马家人 感恩谢谢 好谢谢感恩佳迪同学很棒的分享共振 感恩